行政賞官林鄭月娥說 不會容許港獨和違法意識進入校園 完全支持教育局把關 首次以專業失德為由將教師除牌 反映本屆政府營爛異常 有些工作是前所未有的 例如緩引教育條例取消一位教師的資格 不是因為他犯法 如果以前因為違法定罪 例如非禮的案件或其他案件 我們都會除牌 但今次照我所知 是首次以專業失德為理由 取消了一位教師的資格 照我所知以前的政府是未做過 當然你會說以前可能沒有這些問題 但恐怕不是 可能以前是比較避難 但今天的特區政府是認爛異常 教育局昨晚以回應傳媒查詢方式 公布取消一個教師資格的個案 據了解是九龍堂宣度小學一個男教師 但政府未有正式出新聞稿 亦沒有提供校名等細節 林鄭月娥表明做法不理想 已經要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召開記者會 今早一早已經見到教育局局長 要求他今天下午要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 詳細記錄在案 去講這件事 以及回應大家的提問 這亦是增加透明度 我亦希望社會明白 我們的做事都是要有根有據 有規有舉 但無論如何 這個工作是會繼續做下去 來抽出在教育界裏面的害群之馬 另外林鄭月娥指很難說第三波疫情已經徹底過去 政府會繼續嚴陣以待 並且遇過一些原定星期四、五夜到期的社交距離措施 包括四人限聚令等要維持多一段時間 大致上不會進一步防寬 他又再次表示正是研究給新選內地港人 如果持有檢測陰性結果 內港時可以勉強制檢疫14日